1. 据Al Arabia报道 伊朗声称无人机袭击了伊斯法罕与伊朗国防部有关的军事设施 但没有成功 但有多个城市发生爆炸的报道 2. 迪拜路透社报道 据伊朗媒体和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EMSC报道 周六 土耳其伊朗边境地区发生5.9级地震 摧毁了伊朗省会城市的房屋 3. 1月28日路透社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Wedemir Zelensky的一名高级助手周六表示 基辅及其盟友正在就乌克兰提出的远程导弹请求加快谈判 基辅称这是防止俄罗斯摧毁乌克兰城市所必须的 4. The Hill报道 中国副总理刘鹤最近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 支持更加开放的中国和法治 这位将于3月退休的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 中国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并坚持法治 5. 法新社报道称 美国贸易因COVID和中国的紧张局势而转变 但尚未脱钩 展望未来你会看到更多的多元化 而不是完全切断来自中国的出货量 6. 阿凡达 谁知道票房不断攀升 位居世界最高票房第五位 1. 阿凡达 2009 29亿2370万6026美元 2. 复仇者联盟 中局之战 2019 27亿9943万9100美元 3. 泰坦尼克号 1997 21亿9469万0964美元 4. 星球大战期 原力觉醒 2015 2071310218美元 5. 阿凡达 水之道 2022 20亿5473万4732美元 7新闻周刊报道 乌克兰国防部称 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死亡人数 持续快速攀升 乌克兰国防部发布消息称 仅在上周就有超过5000名俄罗斯士兵阵亡 Bioelectronics报道称 新型无线55英寸电视机 可使用电池运行一个月 无需安装硬件即可贴在墙上 9路透1月29日 俄罗斯周日表示 不会与日本就续签一下 允许日本渔民在有争议岛屿附近作业的协定举行年度会谈 称日本已采取反额措施 石首尔路透社报道 北约秘书长严斯斯托尔滕贝格 周日抵达韩国此行的第一战还将包括日本 旨在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关系 以应对乌克兰战争和与中国日益激烈的竞争 十一北京1月29日路透社报道称 中国国家医疗产品管理局周日表示 中国已经批准了两种针对轻度症状 COVID-19患者的国产口服药物 12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报道 洋葱现在在菲律宾非常昂贵 12月份洋葱的价格飙升至每公斤12.80美元 是肌肉价格的三倍以至于它们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人们一直试图将它们走私过境 13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本周报告称 美国2022财政年的武器转让总额约为520亿美元 比21财政年的348亿美元增长近50% 14华盛顿1月29日路透社报道 周日美国国会一位高级共和党人表示 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非常高 此前一位美国将军发布的一份备忘录也警告称 美国应做好准备 15新闻周刊报道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伯鲍尔 最近表示随着俄罗斯继续在乌克兰作战 北约已做好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